我們大概東港部鎮 可能逐漸馬上會有成型 實際成熟 我向大家報告大家最近關心的 草小妹家庭天氣的事情 連總平常縣也有很多社工人力不足的問題 我們都在一塊這樣子來理解 第二件就是大家也關心到 產業重建 災溪重建 家園重建 前一段日子有關於慈濟大哀夫的很多紛擾 當中很多資訊是不確實的 當然一個村落裡頭 難免會有些慈濟人見 那是很自然 但是沒有到說慈濟的慈濟大哀夫 那後的書對慈濟有什麼樣的圖騰 那基本上慈濟 進入到原住民的這個環境當中去問好 我坦白說 他的時間比較短 他面向市展會 市展會是長期在陪伴原住民 他對原住民的理解比較貼心 實際因為是一個時善團體 他有某些堅持 我們不能說他的那個堅持是錯的 他某些堅持是他扮演時善團體 而不是政府的團體 所以沒有辦法完成 按照政府的標準來做事 那當初有一些誤會 那我們現在也直接把它劃解開 那至於說教會的問題 我們相信那個多次的過程 我們認為他絕對不會是造成一些障礙 我們還會再努力 那麼 物台的 大社的 跟好茶的 都分併在馬家跟長治分台都有了 現在太武村 因為他的地址上的不安全 我們已經選擇了三個地點 四個地點 已經都已經確認說 地址沒有在家 可是在最後確認的時候 中央地調所又突然說 這地方儀式有斷起來 又不能了 所以我們中央皇帝 他又來一直就把我們前功又盡棄 都是這樣子的方式 很讓我們頭痛 他說沒問題啦 一件事沒問題啦 中央地調所請專家來看也沒問題啦 可是政治行文給地調所的時候 他們是邀請專家 邀請專家來 專家就有不同意見啦 因為他們有儀式 有A線 B線 C線 等等 又說 謹慎行業 還是建議我們不要採用 所以太武的那個基地 新式農場基地 我們現在當時還沒有辦法去進行施工 至於南岸農場是為藍役的部分 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在準備整地的工作了 因為藍役這裡有一部分的災民 我們還有一定的空間可以安置在中層林區 所以這樣急迫性 沒有那麼急迫性 高市跟武藩 中間都已經在興建了 這是家人重建的部分 那原住民產業重建我們也在努力 我們現在已經有八公頃 準備是給在長城分開這裡 現在我們也請我們田民會 田民主 是在努力在租更多的土地 來讓下山來的原住民 他們有一個基本耕地可用 大概我們對他們的程度 或分別 要進行安排 那麼在沿海地區 這可能就是一個非常大麻煩 這個聯務員 在怎麼復健 到第五年才有收藏 第四年 就是尬心 尬心 尬心就是這棟 有幾個月 到第五年才有收藏 第六年才有收藏 那這樣子這五年的收藝怎麼辦 這五年當中 是不是還要保證說 錢都不會有這個土石進來 專家告訴我們 氣候配線之下 這個乳量恐怕不是最大的 有 了 那麼 你們 刮